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美商贸联合会继经济关系平稳过渡 西来寺寒冬送暖 爱河关怀延续20年 星巴克本年度第二次涨价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11月23号的凤凰美中新闻 让我们下来关注 第27届中美商贸联委会23号在华盛顿结束 在美国政府即将换届的背景下 双方主席都承诺要让中美经贸关系实现平稳过渡 第27届中美商贸联委会正式会议 23号在华盛顿举行 汪洋与美国商务部长普利茨克和贸易代表弗洛曼 共同主持 美国农业部长维尔萨克出席 汪洋在开幕式上表示 两国元首在立马会晤期间达成的共识 为本次联委会指明了方向 中方希望能与美方共同实现 管控分歧 拓展合作和巩固 联委会改革成果的三大目标 一是管控分歧点 是中美经贸关系 在美国政府换届期间实现平稳的过渡 二是拓宽合作面 包括推动两国在双向投资 硕子经济 食品安全等领域合作取得更多的成果 为明年及更长时期中美经贸关系发展 打下坚实的基础 双方都回顾了联委会成立以来发挥的积极作用 美方主席也强调愿在阿巴马政府胜于任期 推动双边经贸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联委会期间 双方围绕双边经贸关系十二项重要议题进行讨论 两天半的会议结束后达成诸多共识 并就支持非洲疾控中心建设和中国第二个高级反向贸易代表团项目 签署两项合作文件 这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内的最后一次中美商贸联委会 也是今年两国间最后一次的高层经贸对话活动 双方就加强合作和管控分歧进行坦率沟通 并与企业界深入交流 期望在美国政府即将换届的大环境下 为中美经贸关系再创良好势头 福王卫视 李卓军 陈亲伟 华盛顿报道 南加州佛光山西莱寺于日前举行2016寒冬送暖记教育讲助活动 为区内32所学校约160位学生送出奖学金和学习用品 颁奖活动在合唱团演唱美国国歌声中展开 国会议员罗易斯 台北经文处处长夏季昌 核桃市市议员苏王秀兰 哈歇纳海拉彭蒂联合学区总监 森迪亚普瑞兰 洛县警察局工业市分局以及消防局代表受邀出席活动 西莱寺住持惠东法师表示 感谢善心人士的热心捐助 让西莱寺可以连续20年举办寒冬送暖活动 由早期送电脑给学区学校 到现在可以送出奖金给160位学生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 来让社区里的人都能够感受到温暖 感受到彼此的关心 让学生们能够在现在的这样一个 充满复杂情况的一个社会里面 能够在心里面体会到社会上还有爱 还有关心 国会议员罗伊斯表示 多年来西莱寺对于促进社区融合 引人向上推广教育做出许多突出贡献 联合学区总监森迪亚普瑞兰也表示 感谢西莱寺的捐助 20年来一直帮助学区 而且支持每一位学生成长 洛县警察局工业市分局 以及洛县消防局91分局的代表各自接受捐款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华美银行在感恩节前夕再度与洛杉矶胡人携手 举办感恩节回馈社区系列活动 21号下午 胡人队球员乔丹克拉克森及其基金会 胡人队女孩以及华美银行四方携手 在旧式军英格伍德峰会 为当地社区325个接受旧式军协助的家庭 发放感恩节火机与食品 此次活动是2016年感恩节回馈社区系列活动之一 也是旧式军英格伍德峰会 年度食物派发计划中的重点项目 在为贫困家庭发放火器前 乔丹克拉克森对媒体说 他很愿意协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家庭 与他们一同欢度节日 这是华美银行第十年参与此项活动 在过去的十年间 在华美银行的鼎力支持下 感恩继社区回馈系列活动 帮助过成千上万需要被关爱的儿童和成人 今年除了感恩晚餐与发放感恩节火机之外 华美银行还将参与胡人队举办的儿童节日派对 凤凰卫视 陆梦 黄奕顺 洛杉矶报道 由Tow Brothers和The House Club 共同举办的Baker Ranch感恩之夜 今日在南加州森林湖举行 The House Club是一家运用微信技术 为地产经济提供一条龙服务的俱乐部平台 参加活动的洛杉矶地产界精英 都是他们的会员 我们的House Club从去年到今年发展很快 线上发展了很多会员 我们从线上和线下 在过去一年也都办了很多活动 所以我们在这些活动中能有很多经纪人 甚至有一些buyer 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也给我们很多反馈 所以我们根据他们的需求 我们觉得应该给他们介绍更多的资源 无论是经纪人和中国的买家都需要的资源 Tow Brothers是美国知名建商豪宅专家 这次感恩之夜的场地就是在他们今年的新作 Baker Ranch里 Tow Brothers全面介绍了尔湾附近的全新社区 Baker Ranch 并且分析了目前购房投资的趋势 所以在Tow Brothers这边呢 因为Tow Brothers最有名的就是建造一个大型的社区 因为Tow Brothers是全美的前三大的这个大型的 luxury home的builders 所以呢我们在开发这个master community总共有1700多户这个独立的房屋 那我们的距离呢非常的方便 在5号跟405的交接 所以到尔湾到Spectrum都是非常的方便 尤其这边又有很多大型的公司进来 那因为Tow Brothers呢 我们远远相信这个家庭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做的是一个社区 而且也在做的是一个所谓的度假村式resort living style的方式 那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家庭一起来 在这个社区enjoy这边的amility 这边的会所 这边的公园 我们有自己的登山步道 我们有自己的游乐设施 小朋友甚至都还有自己的攀岩墙 可以在这边enjoy 与几年前建造的住宅相比 Tow Brothers表示 现在建造的住宅更舒适更经济 也具有更高的能源效率 投资一处绿色环保住宅 意味着未来的资产增值 入住绿色环保住宅 则代表了当今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黄奕顺耳湾报道 星巴克发言人日前确认 即今年7月份涨价后 本月再次是针对冷饮以及烘培食品实施涨价 感恩节前夕 各大商店纷纷准备各种折扣和优惠活动来吸引顾客 而星巴克却反其道而行之 罕见地进行了本年度的第二次涨价 据了解早在今年7月份 星巴克就宣布相关饮料涨价10美分到30美分不等 短短4个月后 星巴克发言人日前确认 从11月10日起再一次更新价格 此次涨价涉及到冷饮以及烘焙食品 价格涨幅也同样为10美分到30美分不等 官方表示此次涨价只涉及了星巴克饮品中的10% 而热茶 线条咖啡 浓缩咖啡等热饮均不受涨价影响 不过星巴克的频频涨价也引起了一部分消费者的不满 有顾客表示 星巴克在三年内一共涨价四次 除了今年7月 该公司在2015和2014年也分别涨价过一次 面对消费者之一 星巴克发言人解释 涨价和降价均是为了平衡市场需要 该公司会继续监控每一款饮品的市场价格 希望未来能够给忠实客户提供更多价值 同时吸引更多的新客户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 回来再告诉您更多 欢迎回来来看今天每周快讯的具体内容 美国总统奥巴马昨日最后一次以总统的身份 向21位杰出人士颁发了总统自由勋章 获奖者包括比尔盖茨夫妇 弯球明星麦克尔乔丹 以及电影明星汤姆·汉克斯等 其中华裔建筑设计师林英也获此殊荣 他设计的越战纪念墙已经成为首都华盛顿的旅游名胜 奥巴马说 所有的获奖人都以独特的方式感动了他 总统自由勋章作为美国最高的平民荣誉 表彰在世界和平 国家安全 科学文化 和体育娱乐等各领域有重要贡献的人 得疆者由总统亲自挑选 且不限于美国公民 奥巴马表示 得疆者来自不同的背景 则充分体现了美国的多元化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几名美国的电脑专家和政治活动家们 结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 要求美国大选的三个州重新计票 他们相信威斯康星 密西根和宾夕法尼亚州 这三个州的选票被改动 且声称找到了足够的证据 足以让三个州的选举结果翻转 据报道 这个由希拉里支持者所组成的联盟 已经完成了一份18页的报告 准备在下周早些时候 递交给国会和政府有关部门 同时 联盟领导人 密西根大学教授霍尔德曼 也以请求希拉里的竞选团队 立即提起申诉 调查这三个州的选举结果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联盟的人并没有发现任何人为入侵系统 进行改票的有利证据 他们只是声明 选票出现了问题 需要在第三方的监督下重新计票 日前 一名联邦法官发出全国禁令 阻止原定于12月1日执行的 使符合领取加班工资条件的人 增加数百万的重大规定 这项禁令是对总统奥巴马 标志性劳工法规的严重打击 德州东部地区法官马赞特 做出这一裁决 规定原本可使420万员工 符合领取加班工资的条件 及每周工作超过40个小时 可领取1.5倍的工资 劳工部于5月份完成了上述法规的制定 该规定构成了奥巴马政府 恢复并扩大中产阶级 这一目标的一部分 但要达成该目标 则需提高零售和餐饮等行业员工的收入 或是取消无偿加班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看一组中国两三地的短消息 澳大利亚外长毕小普23号表示 三名10月中在中国被拘留的 澳大利亚皇冠集团雇员 已被中方正式批捕 中国外交部在2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 也证实了相关信息 毕小普表示 澳大利亚皇冠集团三名澳籍人员 涉嫌赌博罪 领事馆官员已在上海与三人见面 并向他们提供协助 以及为他们的家人代话 毕小普又说 中国正严厉打击贪腐 赌博是其中一个引起注意的问题 在中国赌博是非法行为 也禁止相关机构组织10人以上的中国公民到境外从事赌博活动 赌博罪最高可被判定三年有期徒刑 台湾复兴航空无预警的宣布停飞解散 行政院23号宣布 由华航于12月1日起 所有航线包括国际线和岛内线 以短期内解决大众输运问题 保障旅客权益 华航表示要先做评估再分阶段执行 不可往返金门澎湖航线 由于华航没有螺旋桨飞机 能不能飞也成问题 复兴日前信托的12亿元新台币 其中6亿将用于支付劳工资遣费 另外6亿将用于补偿旅客及旅行社的损失等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回来还有财经方面的消息 不要错开 欢迎回来来看今天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星期三 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在周三早时开盘 呈现了一个小幅涨跌互线的局面 全天交易基本上也都是在 维持在涨跌互线的这个走势 收盘十三大指数 仍然是以涨跌互线作收 尽管如此 道琼斯平均公益指数 标准波罗五百指数 以及罗素两千小额股指数 都是同步再创历史新高 罗素两千小额股 已经是连续十四天出现走高 就是在大选结果出台之后 那么今天是以创历史新高记录作收 这是自一九九六年以来的首次 同时标准波罗五百指数和道琼斯平均公益指数 也是连续三天 连创新高历史记录收盘 只有纳斯萨克生活指数 现在是受大型科技股负面走跌的压力 是仍然呈现小幅负面盘整的这个格局 那么市场人士表示 在星期三投资人高度关注的是 美国的经济层面的状况 石油价格则在星期三 走出了一个小幅的盘整 盘中虽然出现上升收盘 是呈现小幅的下降 纽约商品提交所的 一月份是优法或合约略微小 下降百分之一点五 为四十七块九毛六一桶做收 而黄金价格也是呈现一个 获利回突化的现象 下降二十一块九毛钱 是一千一百八十九块三毛钱 一盎司做收 那么主要是也跟美元汇价 持续出现走高 对大宗商品价格上升 有一定的上升阻力 另外传统工业持续出现走高 是大型的制造业指数 是呈现平稳上升的趋势 但是科技类股和其他相关的 一些生化医药股仍然失手到抛压 在星期四是港安节 每股休市一天 而星期五只有半天的交易 所以星期三交易相对来说比较轻 但大多数交易人已经离场休假 郭总来说走势还是相当亮丽 以上是星期三情况 风华为师旁哲 纽约报道 一起来看世界其他地区的 全球赛经指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来看明天全球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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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